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 新中国成立75年来 我国不断探索中国特色对外开放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在新的起点上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形成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新格局 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 发展空间 南海之滨深圳 人员车辆流动进出境总量占全国进半 贸易总额占全国十分之一 平均每平方公里年产值超17亿元 东海之滨上海自贸区临港芯片区 特斯拉上海储能超级工厂开工三个月来 建设进度已达到45% 西部边陲 新疆霍尔果斯铁路口岸 平均两个小时要完成一列入境返程中欧般列的换装 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今天的中国每一刻都在发生巨大改变 回望75年前的中国一穷二白 货物贸易规模在1950年时仅11.3亿美元 到2023年已经跃升至5.9万亿美元 连续7年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外汇储备在新中国成立支出也只有1亿多美元 如今已经超过3万多亿美元 连续19年稳居世界第一 对外投资实现从零到千亿美元的飞跃 如今 外商累计在华设立企业超过120万家 双向投资规模名列前茅 党的十八大以来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 亲自部署 亲自推动了一系列对外开放重大战略举措的实施落地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从设立自贸试验区 到建设自由贸易港 加大制度型开放力度 从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 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 到发展数字贸易 加快建设贸易强国 从进博会 福贸会 萧博会到树贸会 为全球搭建起共享开放合作的国际平台 提出共建一带一路伟大倡议 以中国方案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党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理论和实践创新 确立开放发展新理念 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 取得了全面进步 开放的层级跃升到制度型开放 并稳步扩大 对外开放自信自主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把新时代对外开放推向了新境界 如今的中国 坚持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稳步扩大规则 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开放活力日益迸发 就在这个月 2024年全国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正式发布 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全部清零 服务业领域开放进一步扩大 海南自贸港药品 医疗器械零关税政策正式发布 零关税范围进一步扩大 如今海南自贸港政策制度初步建立 封关运作进入攻坚期 与此同时 22个自贸试验区 构建起覆盖东西南北中 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新格局 如今的中国 更加积极的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 主动降低关税 关税总水平降至7.3% 低于9.8%的入市承诺 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对外签署的自贸协定 由10个增加到22个 开放改变了中国 也造福了世界 在西部陆海新通道 重庆无水港调度中心的大屏幕上 以重庆为坐标点 汇救了联通世界的大动脉 如今的西部 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网络 已覆盖全球124个国家和地区的 523个港口 中欧班列直达欧洲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 全球已有超四分之三的国家 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 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 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 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 和国际合作平台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对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 做出全面部署 进一步缩短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 允许北京 天津 上海等地 设立外商独资医院 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 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 将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 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